《 玩具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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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玩具》 除了船長之後 還有這隻 《 玩具》 《 星期三集》 《 半部的《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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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母帽 》 《 》 《 》 《 在鏡頭上 reveal real! 這個演戲 價 tel 《 》 彎了拔臂手 讓大家看看 先拍攝這副件 這個肯定是第三集的Ellicon 為甚麼呢?長頭髮和拔臂 第二集的Ellicon 雖然已經成長了 但還未有很長頭髮 還有拔臂還未出現 第三集開始是因為戰損 受傷了 但那時還未入魔 那時應該和女王開始談戀愛 你可以說一下這兩把劍的歷史 這把劍是獨孤伯爵 我要是獨孤伯爵 Kandoku 這把劍 應該是兩把 這把劍裡面有這把 都已經是 bonus 這把劍是整個角色裡的其中 幾大的亮點 Kandoku 的角色我不是太喜歡 因為不夠霸氣 雖然演員很好 但設定也很奇怪 設定比較像 Jedi 所以沒有了那個 他本來是一個 Jedi 然後又沒有解釋為何會還軸 通常都是被原力吸引 魔力吸引 想得到更加高強的能力 就可以入魔了 另外這把劍是大歷史 這把劍是沒有了 就是 Anakin 的自己的配件 但是這把劍就會貫穿了 六閘的 不是六閘 是可以這麼說的 二三四五六七八閘的過程 為什麼呢? 因為這把劍去到最近 剛剛聖誕節做完那套 第八閘也是出現過的 就是 Ray 拿著這把劍 應該沒有記錯 就是 Anakin 拿 跟奧比溫 一入了魔術打架 打了之後 就被奧比溫拿了 因為 大家記得第三集 做最後 Anakin 被奧比溫 斬了手腳 然後掉到熔岩山裡面 重傷 變成 Darth Vader 之後 他拿的劍是紅色的 因為是 Sith劍來的 所以這把劍的歷史很由來 就是 Anakin Skywalker 拿 然後一邊承傳到奧比溫 其實不是奧比溫師傅 接著就拿著這把劍 最後最後交給Luke Luke 接著用 後來 在第三集的時間 Return of Jedi 第二集 應該 MI Strike Back 沒有記錯 不是 第三集 第六集 第六集 是的 第六集 第六集的 Return of Jedi 他就被 Darth Vader 臨殺 臨打敗 Darth Vader 以前 他的劍被 爸爸斬了手 手 於是這把劍他掉了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第七集 就有個阿萌 就撿手給了這把劍 然後 他就加上了給 Ray Didd 阿萌 然後 Ray 就把這把劍 拿回去給Luke 其實這把劍 本身是Luke 就是這樣,所以這把劍很值得收藏和紀念 作為三個粉絲,但其實還有一些好東西 這隻好東西啦 就是被人斬了的手,後來換上的前臂 全可龍機械手 但這手是誰的呢? 不是阿Luke的,是Anakin 他跟第二集的機械手有點不同 第二集那隻是全金色的 我想問,Hanakin是這麼快斷的手嗎? 第二集已經斷了手 是呀 啊,被阿篤姑一集 啊,沒錯 其實這是秉傳《Star Wars 》的宿命論 每一個中間的一集,主角都是斷手 是呀 那會不會斷? 已經過了第八集了 沒有了 因為把劍斷了 斷一把劍,不要太美女斷一手 沒有太美女 OK,看看這個 講了很多 其實《Star Wars 》的粉絲怎麼會不知道 不過有時候我們 看看《Dick》正在組裝的東西 我們就講一下故事 或者我唱首歌也可以 這首歌,就是我的《Star Wars 》 也好 這個《SR Wars 》很明顯是 當時《SR Wars 》當時最帥的SR Wars 好帥 又有型 又開始成熟 很憤怒 沒出招式 沒有出招式才算是男人 在這裏做招式 還要用到摔塌 可以再陰險一點 再陰險一點 沒錯 其實有些人喜歡他入魔的樣子 更差 不過這個已經夠憤怒了 因為當時他跟一個 即是他不應該愛的 相亂了 就是女王 原本他是去 丙承 承這個師的師傅命令 就是去保護女王 但是保護的過程裡面 發生了bodyguard的外情故事 於是就愛上了女王 阿米德納 沒錯阿米德納 黑眉 阿米德納也喜歡他 阿米德納在年齡上 其實是比他大 記得阿米德納初見的時候 阿尼克恩是個小孩 但是一段時間飛逝 他長大了 一個man 楊哥 楊哥 斷了手 不過斬了手 那個不是那個女生 我很喜歡對她 很漂亮 沒錯 咦 什麼物料 真的 真的 不過他可能不能穿 因為有兩種 一種是真香 真的穿穿下去 另一種是他表面用完 表面用了 其實他可能有一個膠的內殼 裝上去 很漂亮 你看這個鞋頭 很漂亮 這個真的漂亮 這個做法做鞋 其實是真鞋 我自己認為是最好的1比6的造型方式 這種方式很少見 其實有公司 這麼漂亮的真的很少見 其實有公司用過的方式 不過這裡不說了 是 有的 不過當然整個行業都是大家互相去激勵 互相去參考好的方式 正常用膠件分兩件就算 對 那Hot Tye 我知道不節省 你看旁邊 這裡 因為它的好處是 它在Boot 這一層就不是膠的 就是另外一個 長Boot 或者Gator 最適合這樣做 因為以前 如果這一節是Fabric 下面是膠 就很奇怪 很老套 突然變成膠 很漂亮 突然去到一個位 變成美女 變成肥婆 不可以 我想問一下Boot 開不開的 旁邊的Boot 應該一猜就不可以了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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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你看到Hot Tye的生產邏輯 應該都不會 它會做一個 Dummy 是好像真的一樣 但就不 Functional 不需要 Functional 對 其實真的不需要 Functional 一比六就不需要 Hot Tye的生產邏輯是這樣的 如果大家熟Hot Tye的朋友就知道 總之 表面看上要漂亮 要像 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是 我同意的 這個因為有時真的 Functional 令到這件東西 Bulky 浮大了 跨大了 甚至容易爛了 其實有虧得不常失 對某些客人來說 裡面那件袍 其實也有鐵線 應該的 應該的 但其實它是蓋住的 這個鐵線 它都做 因為它打膠的時候 它除了JEDA的Clock 它就會打 它會飛起 你知道其實第三集裡面 一至三集的打鬥 其實是很中式的帽子 來的 據聞到就是中式 就是華人的帽子去指導 對 所以你看到Dark Ball 其實是像孫悟空袋 只知道金光棒跟它兩個打 因為它是雙刃劍 所以你看到的速度 比四五六集快了幾倍 四五六集就是像中古武士 打起重劍在那邊 一至三集就像中式的打鬥 所以 這件帽子的成型 可以扭到很像真的感覺 嗯 而不是硬 這些肩膀位 是 哦 這個呢 斜工 這些真的難處理 是的 大貨真的比較難 以往我自己做project 我就會用真的 那些帽子的剪裁方式去處理 但是有一段時間 十年前到 其實大家都是不理 即是不理真的剪裁 就這樣做一件帽子出來 所以永遠是不會漂亮 不會刺的 後期很多競爭 大家都會激烈 大家都要爭到漂亮 在物料和在裁展方面 它會跟著捉 其實很多時候 現在很多衣服都會打閘 以往是不打閘 現在很多漂亮的套裝 衣服都會打閘 為什麼呢 打閘就是令到這件衣服 真的像真人版本那樣 有些接痕 最大技能就是 出玩具 Figure 或者1比6 那些衣服 好像一個殼 沒有接痕 這就是最出事的地方 很漏爆 是的 現在大部分公司已經吸收了很多經驗 就不會了 對 我先看看劍 先看看 它有一粒巴士 另外加進去 有兩個造型 一個就是一粒釘 一個就是一粒釘 這個就是掛在腰上 是的 那期間呢 我們有其中一個 聖戰專家 Joco 都給了很多 資料 擔心我們 怕我們不記得 腰 腰那些一支支是食物 腰那些一支支是食物 原來是食物 原來是食物 這些讓大家知道是什麼 是食物 原來是 一支支的袋子 裝上通訊器 圓形那個餅 圓餅型的 一個叫Hologram裝置 那這裡 有一支支食物 對 圓形那個 這支的就是這邊 有什麼看到 對 大家打開 你看有沒有一個圓餅 喔 後面 這應該是營養劑 還有這個 圓餅就是Hologram 就是 放了一個3D立體的影像 跟呂王探青雪愛 我這個片段是非常老土的 我帶你去問一下 我想問一下他這個皮是 Trader 還是 其實答不到你的 因為外觀應該是一樣的 當然我教一個朋友 就是用鼻子去問一下 你有沒有鼻子傷害? 火力彈呢? 火力彈可以 但你彈了怎麼辦? 彈了它就沒有了 溶了它就沒有了 問一下有沒有皮味? 皮有皮味? 沒有什麼皮味 沒有皮味 但是我知道皮味都可以假的 就是做下去 噴漿它 所以聞到有皮味未必是真皮 那 斷估計就應該不會用皮的 因為皮的價錢 生產成本起碼多三至四倍 是啊 而且很難會這麼薄 做到,但是會再貴一點 因為它是在製皮的過程 把它做到最薄 用羊仔皮其實是OK的 但是真的會貴 其實大家知道一些公司都會用真皮的 譬如某間E至頭的公司 它都做過真皮的 Hotoy也用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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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就是剛剛大家做同一個公仔 所以大家也做皮的 那的確是你用假皮 就是百多年就開始自動分解 不幸運就是 幸運會長一點 很多都不幸運 我也看到有些是幾年都可以 有坊間有些工程人員 對我說過 做過某個工序 可以令到測試到那隻皮 會不會很快會腐壞 是 但是有沒有做這個步驟 其實你也不知道 日本是消費者 嗯 所以這個仍然是一個 神秘的地帶 對我來說都是 對方人來說是神秘的 這個袍也是有鐵線的 可以隨意塑造不同的 是啊 頭髮他都分了兩層 這個真的 這個其實 但是他又組得很漂亮的 又不是很確實的 尤其是旁邊的位置 跟耳朵後面的位置 一邊拆了件 拆了 沒有辦法出到帽子 那如果大家的後期之秀公司 如果要參考 就要參考這些位置 為什麼別人的那麼漂亮呢 就是別人願意花多些錢 花了些時間 很有立體感 差很遠的 差很遠 但是你一件出帽就出不了 所以有時候都是一分錢一分貨 有人用這些位置 為什麼這些頭髮這麼漂亮呢 買家當然開心 就知道貴了 抵了就要看 廠家就要看看 為什麼人家做到呢 因為人家花了很多時間去做 試機械手臉的發光劍嗎 你拿著主意吧 這些這麼 這麼拼的 你繼續玩著手才行 好啦 那手呢 我真的不記得它斬了這麼大一根手去 整個前臂斬了 我真的不記得 是啊 是啊 我只記得後來第三集就很慘了 兩隻腳 一隻手全部給奧比溫 那件真的很厲害 我覺得在武功上也是很厲害 那一刻他一跳起 一跌來 噗噗噗噗 這樣就斷了三件東西 帶到地上 這樣就搞定了 其實當時整個比武戰鬥過程呢 戰鬥過程呢 其實Alecant是處於上風的 在那一刻Alecant可能有一點心浮起燥呢 想跳起用一個很漂亮的姿勢去踢低師傅 是啊 就被師傅很鎮定地沉著應戰就一兩劍 這樣就輸了 他這個是一個最出名的對白 是啊 現在很多星戰粉絲都對那些粉絲這樣說 是不是 很精彩 真的很好看 I think it's all over I got the high ground 是啊 你還要來 你還要跳起呢 你就死了 那偶爾就是沉著應戰 其實人生都是這樣 很多時候你站在高峰 我拼下你 那一刻一浮一浮 就很飄的 一飄呢 就糟糕了 就被人打底 X0不會再沒有這些 那麼殘忍的拍法 是嗎 不會的 是啊 當時買了 還沒買 是啊 還沒買的 剛剛我們身邊有個 老友提一提我們 123集的劇情在789集 看不到 其實那時候Lukas也有一個堅持 就是在戲裡面 就算有人死 都不會見血的 即是斬了Darthmore是沒有血的 好像LEGO那樣 開兩邊就掉下去就算了 他見血是第四集 在巴裡面斬了外星人的那隻手 那隻Ponta Barba 就有一點點血在地上 那之後就 一二三也沒有 還有第三集他被奧秘雲砍傷了 那一下就有一點血的 都很慘 那一下真的 趴在地上 可以被熔岩燒 是啊 那個過程不頗殘忍 很漂亮 好漂亮 還有燈 很自然 其實上次也有朋友問我們 跟導演拆 Darthrader 跟Tarkin那時候 那些光線是怎樣的 那這個呢 我看這把藍色的那把 就非常之 平均 因為大家很明白 就是出光的位置 一定是前面 就是劍柄的位置 但是它 整體上去到 它不會太光 因為我們現在打了很多燈 可能就有效果 我們試一下 有它的顏色燈 刪到 會明顯一點 明顯一點 好一點 遮蓋 你看到真的出得好 整把劍是比較平均的 我們叫平均一點的 那可能有些師兄就覺得 以前那些激光劍那些 出光的效果沒有那麼平均 尤其是可能 這個多漂亮 這個出得很平均 我覺得是跟鳥有關的 它只是這隻手才可以發光 是啊 整隻發光 因為這隻手是獨立手 但是另外那把劍呢 可以不可以 那不可以 這把劍 麻煩你拍一次它 關燈開 麻煩你 好明顯 對 好平均 我想是那些膠料 用的比較透明的膠料去疲 再說多次 這種發光劍 其實只要你摸了手肘之後 向後咬 應該就可以拍到它出來 噢 我們試一下換這個機械手 好 的配機械手 一陣子 我們在拍攝 激光劍手 上電 在這裏上的 有電位的 對 這樣就拍攝上去 就在做機械手 你說如果我們講 Star Wars的粉絲 其實整個裝束 我都沒有什麼可以投訴 其實做1比6的損料很重要 布料方面 真的很美 其實近幾隻 Hot Toilet Star Wars 除了一些兵之外 我真的沒有投訴 人的那些 我覺得真的 因為你的頭雕又贏了 然後你的細節又做回 其實都沒有什麼投訴 它除了是材料之外 它有一個Fitting 對 Fitting 很FIT 它做的那些紙樣 就是為了這個公仔 好像做了一件 獨身訂造的西裝 對 因為你做的版本已經難了 你去到貨都能保持到 其實都不簡單 對 對 你在外面買一些 真的不講牌子 那些成衣 真的 很貪私 對 對 就算同一個尺寸 你拿起幾件 也有少許分別 但這個真的做得很FIT 好可愛 這個前臂這個套 對 它有些啪啪位 這個不是叫Gator 就是前臂那個位 這個不一樣 可以 它全部都可以彈開 拖在手上 拖在手上 那就是好像一隻 Fall Arm Guard Fall Arm Guard 真的一樣 但其實是PVC 來的 但不要緊 其實材料不太重要 最重要是你出來 效果刺身分 就可以了 一句說完 拍出來像真人 就贏了 試一下拖下去 我拖這隻 其實是拖一隻手 哦 我挺喜歡它的金黑狀 那個色 就是黑銀狀 反而在電影上比較少看得到這個 是啊 可能一兩個鏡頭 這個bonus 就是KONDOKU的劍 基本上有三個劍 一把就是KONDOKU的劍 一把就是劍柄 一把就是劍柄 一把握著的就是著燈劍 即是說 如果我要握劍 一定是著燈的那把 對 這把只是劍柄 純粹是一個 未開動的狀態的劍 好 要擺放 我想問 譬如你用另一隻手 握KONDOKU的劍 可不可以著著燈? 不行 不行 因為它是連著了 哦 基本上KONDOKU的劍是不著燈 對 對 對 其實我可以考慮一下 將整個 著燈的設施 放在前臂 和手掌裡面 嗯 考慮一下 我也知道可能會有困難 太小了 因為換不到劍 那你硬來就行 如果它可以脫掉這一節 把紅色的劍下去 但是問題是 不是KONDOKU的劍柄 好 那如果 你要給我 因為它是AG1 三顆 AG1 你太大顆了 對 如果用細電 又不夠力推 好 如果喜歡儲JEDA的朋友 再展示一下背面 對 不能走 因為這個是最帥的JEDA 我覺得 即使角色也是最帥 7集裡面 因為Luke比較小 這個六尺多高的 Anakin Skywalker 最英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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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 Ewan McGa加的奧比雲 年輕人都不錯 尤其是有鬍 尤其是正氣一點 正氣一點 正氣一點 有一條鞭仔 鞭仔 就是apprentice 小時候 但後來也很帥 短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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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挺帥的 即是跟他對打的造型 當然 龜光 高光 龜光 龜光 也是很帥的 不過龜光的樣子 就是Lim Neeson 真的沒有他那麼帥 所以我號稱是最帥的JEDA 很帥 他那時候也算老了一點點 第一集出的時候 也不是說最... 你說Lim Neeson 是啊 龜光 那時候也說是比較... 即是開始老年了 但那時候Lim Neeson 其實也很英俊 以他自己個人比較 剛剛拍完蘇特拉丁的名單 應該沒多久了 那時候也有當打 但保都未老 近期Lim Neeson 拍幾套 那些叫Taken那一套 對 Taken 還可以打得 設定問題 設定問題 好了 有沒有補充呢 沒有 夠了 十幾二十分鐘 好 多謝大家收看 好 好 好 你自己決定 好 拜拜 拜拜 好 好 感谢观看